在这边我要教大家 From 2, Chapter 12 Mesual of Center Tendency Center Tendency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中间在哪里 OK,我们要通过数学的方式 来知道那一个数据的中间在哪里 然后我们要知道它中间在哪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平均 第二个是重数 第三个是中位数 OK,在这一边呢 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好奇了 为什么我不要单单只拿那个平均呢 然后我还要有那个Mode跟Median 这样的一种东西的存在 然后这三个的号码会是一样的吗 还是不一样的呢 OK,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的这个东西是Normal Distributed的话 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Mode、Median 这三个都会是一样 我的平均重数、中位数都是在这一个地方 然后可是呢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不可以使用那个Mode、Median 我们不可以使用Min 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使用Min呢 就是说它有那个Extreme Value的时候 我们不用Min 什么东西叫做Extreme Value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呢 大家我去问 大家你一个星期的零用钱多少钱呢 然后就有一个学生告诉我 他的零用钱是25 另外一个是25 然后另外一个是25 然后另外一个他是50 然后一个 最后一个他告诉我 哦,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是500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用那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哦,我妈妈没有给我钱了 因为我都是自己带食物去学校那边吃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总共有多少个人 我这边有6个人 所以我的那个Min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是0加3个25 再加50 再加500 然后我再除以6个的话呢 它会变成多少 3乘25加50 加500 然后625除以6的话 我拿到的是 哇,平均到来 每个人有104块 一毛七 哦 好有钱啊 这一班的学生 大家的那个零用钱 都很多啊 OK 可是事实上呢 你去问前面的这五个人 根本不关我的事 我的零用钱都是25而已 根本都没有到100 就是因为有一个extreme value 超大的一个号码 把整体的那个value 变得很大的时候呢 所以它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适合用那个min 有extreme value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用那个min OK 然后我们有extreme value的时候呢 我们用medium OK medium是什么东西呢 medium是我中间的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哦,我中间的其实是什么 我的中间的其实是那个25加25除2 25 中间的是25 对啊 这样比较逻辑嘛 哎呦 什么啊 那500的那个土豪 OK 然后重数的情况之下呢 最多是什么 最多是25 25出现了三次嘛 所以25嘛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的medium跟mode都是25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什么时候用mode呢 我们要看大家的喜好的时候 我们用mode OK 就好像我现在开一间那个 什么服装店 我们要卖给那个小妹妹 六年级 缝卖宝度缝趣的那些小妹妹 然后那些T恤 我就不可能是卖晚装的嘛 然后我一定是卖 他们喜欢的那种 可爱可爱的那种T恤 然后粉红粉红的 因为是女生啦 OK 然后这样接着呢 我就要买那个size的时候呢 我就想 哦,我现在要吃的是这些年轻女生 这样我应该要买 那个Ssize的比较多 还是Msize的比较多 还是Lsize的比较多 还是XLsize的比较多 还是我全部平均来买 然后可是我的顾客 大多数都是收的啊 所以我大多数的学生 那些女生都是来买S或者是M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mode 而不是用那个mean跟medium OK 我们就不是放中间 也不是放平均 我们是放最多的那个 哦,当然是进或进最多那些学生喜欢的东西嘛 这样才是正常的